早晨好 今天我们醒了哈 今天我们不移动 因为今天倩倩有点不太舒服 而且我们还有一些店铺上的事情要去做 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车上了 然后这两天没有开行车充电 我们剩62%的电 我们到时候出去接一下电吧 灯先打开 这两天空调一直都没关 一直都开着 顺便把这扬棚伸出去 然后我们把这个衣服晾一下 再回来洗头 洗脸 这扬棚伸出去接电 我还穿睡衣呢 伸出来点挂衣服吧 换了这个电动的省事多了哈 好了 我们把它伸出来点 今天我们就在营地里边活动 上车 洗脸 门就开着吧 你就把纱窗关着吧 我把这个杆子摸下来 哎 挺舒服的 还有外边 帮我把车门打开我找个绳子 然后我们今天在营地 顺便把这个电也就接起来了 一拉叫出一大堆东西 电线长点还是有好处的 好 先扫个码 它这是扫码充电哈 开了20元10度电哈 一度电两块钱 然后冲一天10度电 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了 因为我们太阳灯还在发电 尽管它先上去先洗脸刷牙 然后我要换衣服 你都换上衣服了 那个窗帘拿开 洗完头把柴暖关掉 现在我们的这个 好久没开灯了 再充电充1.1千瓦 因为什么呢 我们车上还在用空调之间 今天现在有点不太舒服 哎 这是人呢 哎 怎么藏在这里 这个舒服吗 舒服啊 这个小角落很有安全感 很有安全感 对这个形状刚刚好 符合你这个 可以把自己放到下面 很舒服 行 您去这儿躺着 你需要个枕头吗 不需要 我给你搞个靠枕 不要不要 我靠枕了头 那个头放不进去 头怎么会放不进去 你别别卡 这样舒服点 可以可以 可以 你躺着 我得赶紧弄我们的店铺了 过段时间我们要回到这个本大区 因为现在可能葡萄快能摘了 然后小玉米 这个一个特别版本的一个 拇指玉米也可以摘了 我们就回去先把店铺搞起来 因为我们不能用商家的店铺 这样的话没有保证 对客户来说是没有保证的 所以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店铺 所有的东西我们自己负责 包括售后售钱这些 中午饭呢 我们就要随便叫了个外卖 到了城市里边了 可以叫外卖吃了 随便叫两个饭 还叫了一只鸡 这是我的吗 看看有鸡排吗 有鸡排 我看到的 应该是鸡排饭 泰式鸡排饭 我们边吃饭 还一边在上课 有好多这个店铺任务要完成 刚好今天闲下来有时间 去干这些事情 拖了好久了 这个你喝不了吧 冰的 要放一放 放热了再喝 那先放在电脑上吧 电脑热 你放到那边吧 别打发了 发脸不怕 他这个有带盖子 绿豆汤撒在电脑上还是开心 来 吃的外卖 你这要是什么饭 这个 鸡肉饭 只有做饭看起来不怎么好吃吗 还吃的还爱你 你可以吃我的 刚才突然发现外边好像是要下雨了 这遮阳点要不要给他 支撑那个拿出来啊 这玩意儿 我的天果然 易用 易云密布 看来是要下雨 算了 这点雨这个坡度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的充电桩 看有没有什么怕水的 没有 基本上没接什么东西在外边 我把这个门绑在这儿了 下次再让厂家设计的让这个门能固定 不然它老是风吹来吹去 我自己想了个办法 然后找了个伞绳 找了个火扣结 给它绑在这个上了 这样它就不会再关回去了 但它会有什么问题 它会磕这个地方 又不能拉得太紧 太紧的话这个东西会变形 所以这个光那个门纸恐怕不行 前开门就是有这么个问题 这个门纸可能要再往前点搞成磁吸的那种 要不然它这个一直会磕 会磕坏门 诶 可以用它在这儿缠一下 你看这个绳子 这样就感觉有点费事 但是我们的门这样子磕它 时间久了肯定会磕下印子 所以我们还是缠一下吧 多缠两圈 等会拆的时候崩溃了 少缠两圈吧 可以 剩下的多余的缠到这儿去 你看为了指一个门 这东西有多么复杂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机构 就可以解决这个事情 比如说一个拉杆 对吧 一个蛮细的拉杆 好 先上车 今天下雨 在车里边躲着吧 刚好今天的车上有点事情 等会看看电影 把它放下来 对吧 这下真的下雨了 我们要把这个拖鞋弄回到 不然 等会拖鞋湿了 我天 感觉这雷就在我们周围 可以 要把门关起来吗 要吗 就这样子吧 因为这个雨 我估摸着有这个伞撑着 也不会下去了 换换气吧 这下雨天最适合就是在车里边 看个电影 玩个游戏上 今天 有没有打算周边转转 看这天算了 车里待着吧 挺舒服 我们这门开着在后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啊 我们这个上边 又添加了好多东西 搞得乱糟糟的 然后我们之前那些枕头 不是也换掉了吗 我们把这个乳胶枕换下来 所以我们之后 要把乳胶枕塞到那个包包里边 我们暂时是用不到的乳胶枕 乳胶枕我们要到西藏才有用 冷的地方才有用 那玩意儿枕得太热 所以我要上去了 上去把这些枕头 还有这些 这些东西我们是可以用的嘛 这我们之前买这个吹风吸尘器 我到现在还没用呢 怎么用 这个吹风机 这个吹风机 它其实也是吹风机 它反过来就是吹风机 正过来是吸尘器 它还可以抽真空 对吧 装了小刷子 我天我吸了两下就已经吸了 好多毛上来 这个 是我们之后要 车上就不带戴森了 我们要把戴森搞回去 车上带一个这个玩意儿就可以了 刚吸了两下 这里边已经有毛毛了 可以 这个吹风机我没有拿出来用 不要经常忘记 而且它能吹气 它好像还有个吹气嘴 你看这里边全部都是它的嘴 吹要怎么用呢 吹好像也是 吹这样 然后把这头拆下来 它就变成一个吹气的了 哇 这房这么大吗 它是可以调级别的 使用前充满电长按三秒开机 可以在短按切换高档 只有两个档 这个我们要放在随时能拿到的地方 因为它经常要用 放在不太好拿的地方呢 永远都想不到用 这上面 其实我就是要把这个枕头摘到那个包包里 但拿那个包包呢 要把这些包包全拿出来 我刚搞完上面 看看 亲亲 在这干啥呢 这就是我们的衣服 后边这个衣柜真的超级能装 但是都得卷起来装 这样才不会有褶皱 叠起来的话扯一件衣服 其他衣服都得出来 而且会有褶皱 这是其中的一个衣柜 比较深的 然后这边还有两 这边还有一个裤子衣柜 我们原本这里边准备挂 后来发现裤子比较多 就全部卷起来了 所以这个比一般的出国旅行箱还要大 因为它的这个纵深比较深 最大号的皮箱还要大 所以我们带的衣服还算比较多 但是就这都放不下 在哪呢 在我们脚脚那儿还有个特别大的一个包 是我们冬天去那个西藏的衣服 目前这边打开的全部都是 我们夏天春夏穿的 目前现在能穿的衣服 唉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衣服 一天也换不了几身 穿来专去永远是这几身 突然拉线有80%的衣服没有穿过 穿完你可在雷城叫叫 算一天穿一件然后边上号 几号穿哪件几号穿哪件 天天坏 然后我们一周去一次营地 然后蒙洗衣次 这洗衣机可能会比我受累 有些衣服穿一次就不想穿了你说 不想穿寄回去 你说这些衣服贵巴挖买的穿一次就不想穿了 那你就把它寄回家里边去 然后再买新的 什么再买新的都寄回去 小熊哥今天也没有出去 就在车上 脚上还粘着一个什么东西这是 打击 然后我们今天 闲着没事干 顺便把这个 许久没用的这个工具柜 我们也整理了一下 把常用的工具放在外边 我们好方便使用 包括一些会倒的 会流掉的胶也递到了这边 就是说 这柜子搞整齐之后 之后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上边呢 就一直都是这样 一如既往这样 没有办法去改变了 已经 东西太多了 然后顺便叫了点外卖 把我们之前的水啊什么的补充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出来 喝掉的水 有这么多 然后再给它塞满 你给我下来下来 别挡在冰箱上 快点 快下来 就在我们这个前面的冰箱里 可乐基本喝完 然后 快点水也基本没有 这个冰箱就是我们放水的 换藏水的 现在我们再把它全部放进去就完事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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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